赵黎平获悉后 坚定了构建联保阵营的信心 他很快 召来了几名资深的情夫 给他们每人 各发了十万元的活动经费 把他们 分别送给了几个好色的官员 赵黎平 给下级进贡情夫 用以表明他构筑联保阵营的决心 几个官员 拿了如此鲜活贵重的礼物 自然和赵黎平 站到了同一个阵营里 并对天发誓 相互庇佑 永不背叛 2014年8月 杜文被法院判定 贪污公款412万元 以贪污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姬家属不服 认为这412万元公款中 有130万元是赵黎平占有 不能记在杜文的头上 于是四处举报赵黎平 引起了纪委的关注 并对赵黎平进行了调查 可是 由于联保阵营发挥了作用 办人员终究没有攻破堡垒 赵黎平 冯志明等联保官员 毫发未损 平安无事 此事虽然有惊无险 但是 为了慎重起见 2015年初 赵黎平又对联保阵营 进行了认真的检查 发现 还有不少漏洞 有三个当年 与赵黎平有点联系的 县级厅级干部 没有被纳入联保 现在 他们身在要职 完全有可能在全国反腐 高压下落马 进而 把赵黎平牵扯出来 赵黎平决定 把他们拉入联保阵营 可是 这三个人都很警觉 在全国反腐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下 他们都收手收腿了 都变得老实了 赵黎平想用情妇 拉起入伙 根本行不通 怎么办呢 赵黎平突然想起 他任公安厅长期间 他们有把柄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些证据 都封存放在 情妇李志颖那里 赵黎平决定 从李志颖那里 举出证据 用于威胁他们 让他们加入联保阵营 赵黎平一连几次 电话联系李志颖 曾有钥匙 约他见面商量 可是 李志颖都说 他抽不出时间 有什么事 在电话里说 这种事儿 没有办法在电话里讲 赵黎平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李志颖是赵黎平 最信任的情妇 十年二十八岁 四年前大学刚毕业 就被赵黎平包养为情妇 三月中旬 赵黎平又打电话给李志颖 他还是说抽不出时间 赵黎平感觉李志颖变了 似乎想摆脱他 公安出身的赵黎平 暗中对李志颖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李志颖已经返水 成为另一个高官的情妇 三月十八号 赵黎平打电话给李志颖 叫他把自己存放在他那里的东西拿给他 李志颖说 那东西他也有用处 他要靠他发一笔财 不能给他 赵黎平预感到情况不妙 那么多证据在李志颖的手里 如果李志颖出卖他 他将死得更快更惨 他必须把证据从李志颖的手里拿回来 而且李志颖知道的事太多了 必须让他永远消失 才能守住他精心构筑的联保阵营 此时的赵黎平已经丧失了李志 疯狂了 于是全国首例副省级高官追杀情妇的事件 发生了 三月二十号下午五点多钟 赵黎平电话联系李志颖 说他刚从昆明飞回来 给他带了一份贵重的礼物 希望晚上见个面 顺便把礼物给他 李志颖终于答应和赵黎平在老地方见面 赵黎平带上他卸任公安厅长时没有交回的手枪 来到了封城区二零五国道桥北附近的宾馆 开了一间房 短信告诉了李志颖房间好 傍晚七点多钟 李志颖如约地来到了房间 赵黎平把礼物呈上 然后和他耐心地解释 说他急用那些证据 并且那些证据对他很重要 希望李志颖把证据还给他 可不管赵黎平怎么说 李志颖就是拒不交出来 最后李志颖被逼急了 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说赵黎平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已经不可能给他带来多少的好处 他要用这些证据去好好的敲一把 发一笔横财 赵黎平停后气愤至极 逃出了手枪 李志颖见状下得夺门而逃 赵黎平尾随 追到了离宾馆五百米外的 二零五国道桥北附近的时候 毕竟年纪大了 跑不过二十八岁的李志颖 眼看李志颖就要逃脱 情急之下 赵黎平用枪对准李志颖 连开了两枪 一枪打中了李志颖 但并未致命 李志颖亮枪的一下摔倒 但是他很快就站起来 并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沿着二零五国道继续逃跑 途中 李志颖拨打110电话报警 说他被前任公安厅长追杀 而赵黎平仍然不放弃追杀 驾驶着黑色奥迪车继续追赶 李志颖在百合花园的一个弯道上 见赵黎平没有追上 便下了车 准备进入花园 躲避赵黎平的追杀 谁知 他的举动竟然被很有侦破经验的赵黎平察觉 赵黎平迅速地追了上来 举起手枪 一枪击中了李志颖的头部 赵黎平见李志颖已经当场避免 立即把他的尸体装进了车的后备箱 然后 拉到距离案发第十多公里外的满足乡 新景村的一座山上 焚尸抛尸 案发四五个小时后 赤丰警方通过封城区摄像头 记录下的行车踪迹 在克什克腾奇 把赵黎平抓获 此日 赵黎平当街枪杀情妇一案 被公布 街头枪击案真凶竟然是当过多年公安厅厅长的高官 人们对赵黎平的堕落深感震惊 像不通 这个副部级高官为何如此凶残 知法犯法 赵黎平担心处事 不惜启动前置情妇精心构筑联保阵营 力求相互保护 谁知他脆弱的心智无法承受情妇反水 加上他的嚣张和狂妄 不把任何党籍国法放在眼里 丧失李治 制造了全国首例副部级高官杀人案 而随着他的主动落马 联保阵营随之瓦解 拉开了内蒙古官场 他方的序幕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